不娶不舍 不着相 你做功德做了多少啊 你能不能吸收这个法门 你能不能得到它 所以不能取就是取不到 很多东西又舍不掉 不能舍得 什么东西不能舍啊 因为你身上的习惯 因为你身上的坏脾气 因为你身上各种各样的孽障 灵性 你能舍吗 有多少人说了 我改 我改 我再也不抽烟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 你告诉我 几个人改了 改得了吗 你们改了几年了 身上坏脾气改掉多少啊 因为这个法是不归你主宰的 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由你来主宰它的 当年希特勒称霸全世界 他以为他能主宰这个世界 最后 这个世界是归他主宰的吗 很多人以为公司就是由他主宰的 想想看 能由他一个人主宰吗 就算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你最后被债主逼得无奈 你还是把这个公司关了 你能主宰这个公司吗 所以 法无自信 也就是说 我们学的法 它没有自己的本性 为什么呢 你做好事 它就是好的果出来 你做坏事 坏的果就出来了 它是没有自己真正的一个属性的 也就是说 看你自己 它来帮助你这么做 你做多少就得多少 它是跟着你的回报 并不是说 它本身有一个天平称 你做多大好事 我也不给你 你做多大坏事 我也不给你 不是这样的 你做多少好事 得到多少善报 你做多少坏事 得到多少恶报 所以叫 报应 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 该出来就出来 该灭的就灭了 我们做人 人情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好得不得了 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那也是人情 到灭的时候 没了就没了 为什么还去报复啊 你们听到电台里的一个听众说的吗 两个小青年不是说 你为什么要报复我 你要报复到什么时候啊 人家不跟你好吗 就不跟你好了 灭了 没了 没缘分了 结束了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现在不要你了 就结束了 这个妈妈不要儿子了 就结束了 没了就没了 死盯着人家 接下去 就产生恶缘了 善缘尽了 就算了 为什么要死盯着人家 中国人 中国人常说 有苦往肚子咽 那吃苦就是随缘 忍耐就是随缘 你不能忍耐 你就不能随缘 灭了吗 就灭了 这个事情出来了 就出来了 人情也是法 懂吗 做人本身 也是在法界当中的 也是在法当中的 你今天跟人家好一点 人家对你也好一点 你对人家不好 人家对你不好 人情不也是法吗 人需要不着相 就是说 不要把事情看得太重了 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你今天这个事情 大得不得了了 人要不着相 就是永远不要把这件事情 看得太真了 对不对啊 要见相不离相 见到这个相 不离开这个相 举个例子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了 我虽然见到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呢 我的心中也不执着他 随缘分 今天 大家都在排队买这个便宜东西 你排着队 可是轮到你的时候 没了 我 没关系 不着相 排队的时候 见相不离相 因为有排队 我就排着 但是 实在排到那里 轮到你 没了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骂娘 对不对呀 这就叫 着相 见相不离相 要见法离法 什么意思啊 你见到的任何的事情 你都要离开它 如果这个事情 已经成为一个人间之法了 我指的并不是佛法 比方说 单位里准备处理一个人了 要你马上离开 你也无所谓了 见法离法 明明看得见的东西 这个法就是执着 实际上 你要离开它 你明明看得见 再这么发展下去 两个人的感情 会越来越好 马上要离开 再发展下去 两个人马上吵架了 马上离开 再发展下去 我要犯罪了 你的杂念 必须马上脱离身体 听得懂吗 师父今天 继续跟大家讲 不娶不舍 一切法不可得 不要去着想 人间所有看到的东西 都叫法 我今天看见钱了 我今天看见明了 看见力了 看见所有的东西了 我想拿了 实际上 这所有的一切法 我都不要去得它 你今天在人家家里 看见人家掉钱了 跟你没关系 离开它 你要老用眼睛盯着它看 你就会产生一种欲望 你今天看见这个人很漂亮 你就离开它 不要多看它 你多看 就会产生麻烦 今天有个领导职位 你天天想 你天天看到它 你就天天会想 所以 不着想 就是不娶不舍 我不去想娶掉它 我没有想去把它夺过来 娶就是拿过来的意思 我不去拿 我也不舍 我也不要再去把这些东西弄掉了 有多少人 还没有做官之前 拼命地要求做官 等到官做了 被人家弄得一塌糊涂 最后 想舍了 不做了 也舍不了 舍不掉了 为什么 没面子 所以 你娶和舍 都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去取这个东西 你就不存在 舍的这个结果 如果你想去娶 你一定会有个结果出来 你娶老婆 也是这样啊 你想好了 你娶个好老婆 你去娶了 但天天吵架 闹离婚 接下来 你舍的时候就痛了 举个例子 你买一辆车 花了这么多钱 心中说 我娶了 然后被人家把车划得一塌糊涂 最后 要把这辆车卖掉 去修 钱要舍出去 你难受不难受 划一到 就像划在你的心上一样 你们没这感觉啊 你们很多女人在家里 不是也这样吗 家里弄得干干净净 结果孩子跑进来 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 因为你们取了干净 所以你们舍脏 就是舍的时候特别难 所以我不取 我也不舍啊 举例 我没有孩子生出来 我也用不着舍去 我的生命 去维护孩子的安全啊 现在叫你们放下 放下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什么东西 都不要去索取 不拿人家的东西 你拿了人家的东西 人家在外面讲你 你问问看 很多人 就是这样的 送东西的时候 送给你 哎呀 没关系的 这东西很好大 你拿呀 你拿呀 送完后 跑出去说 你看 我送他那个东西 他都要 你丢人不丢人啊 不要取 就没有舍 叫不取不舍 一切法 不可得 什么法 都不可得 所以叫 无得无失 没有得 也不存在失 对不对 你今天得到一样宝贝了 有一天 你可能会失去 失去的时候 你很痛苦 我今天不要得 我也不想去取 所以 我就不会失去 这个东西 学佛学法 就是学这个理念啊 就是学这种 精髓的东西 一切都是因缘 所以 一切法 均是因缘 你们在人间的 所有一切东西 都是因缘 所成 今天 你们能够跟师父 坐在一起 那也叫因缘 你们今天是旁听生 那也是因缘 你们过几天 成弟子了 那也是因缘 他们在门口投听 也是因缘 等到你们以后 做了弟子了 那也是因缘 今天 你认识他 他认识你 都是缘分 一切法 都是缘分 人间所有的东西 都是缘分 你们今天 跟他特别好 不是缘分啊 过两天 跟他吵起来了 你要在好的时候 就要想到 吵的时候 你要在吵的时候 就要想到 总有一天 会有好的时候 所以 吵的时候 不要骂到底 不要把人家 十八代祖宗 都骂出来 以后 还能有好的机会 好的时候 也要控制 要成前顾后 做一个事情 要想到 后面一步啊 你做了 后面果的时候 你要想到 以后 还会再好 所以 要好来好散 学佛 不是教你们 学做人吗 不是学人间 做人吗 好的时候 好的不得了 最后 也是吵得最厉害 怪谁啊 就怪你们自己 能怪谁啊 做事情 要留点分寸 学佛 要中庸 中国人讲的 中庸之道 就是这个意思 坏 也不要坏到底 好 也不要好到底 若即若离 所以 中国人 有句话叫 古人有训 君子之交 淡如水 大人 未经许 祝福 归 未经许 不得了 未经许 不得了 不得了 大人 都不得了 大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